歌手突围赛被选歌单,华晨宇又唱张国荣。张天中文歌有点选。 歌手突围赛将于明天录制,官方放出了被选歌单。 面对十进四的严峻形势,谁都不敢懈怠,禁决赛呼声最高的两位就是华晨宇和腾格尔。 华晨宇目前的投票中,我得票最多,但是,这一季张天已经演唱过,可能性比较少,面对这份考题,粉丝都说做不出来。 腾叔又调皮了,歌单里又出现了华晨宇的异类,还有像贝尔爽这样的神曲,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真的选呢。 这一季的黑马张天,放出的歌单就有点让人出乎意料,竟然全是中文歌,这一次网友给他推荐最多的是老歌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,唱中文的两期张天排名都不高,隐隐担心。 你期待谁的演练?你觉得谁能进决赛?歌手节目新鲜资讯,右上角关注边吃火锅边唠嗑。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新闻。歌手突围赛被选歌单,华晨宇又唱张国荣。张天中文歌有点选。 歌手突围赛,歌手突围赛将于明天录制,官方放出了备选歌单。 面对十进四的严峻形势,谁都不敢懈怠,禁决赛呼声最高的两位就是华晨宇和腾格尔。 华晨宇目前的投票中,我得票最多,但是,这一季张天已经演唱过,可能性比较少,面对这份考题,粉丝都说做不出来。 腾叔又调皮了,歌单里又出现了华晨宇的异类,还有像贝尔爽这样的神曲,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真的选呢。 这一季的黑马张天,放出的歌单就有点让人出乎意料,竟然全是中文歌,这一次网友给他推荐最多的是老歌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,唱中文的两期张天排名都不高,隐隐担心。 你期待谁的演绎?你觉得谁能进决赛?歌手节目新鲜资讯,右上角关注边吃火锅边唠嗑。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新闻。歌手突围赛被选歌单,华晨宇又唱张国荣。张天中文歌有点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